Hello大家好,这里是奥特曼,我是小奥 在远古对奥特曼的设定中,有一类的奥特曼很有意思 他们明明属于反派,但是人气却比正派还高 这类奥特曼就是黑暗奥特曼,始终最出名的就是黑暗迪迦 有的漫民已把他吹上天 说他可是把超古代巨人都收拾了一遍 实力肯定比肩神秘四傲 可是在小奥看来,他的实力是最弱的 在吸收了三个同伴的力量后,黑暗迪迦变成了光之迪迦 按道理来说,他的实力应该变强了 可随之而来的,就被加坦杰打败了 3000万年后,迪迦好不容易复活 结果又被加坦杰打败 直到变成闪耀迪迦,借走了全人类的力量 他才打败加坦杰 可以说,如果是黑暗迪迦真的要被暗在地上摩擦了 因此,他的实力在黑暗奥特曼里只能倒数 还有一些奥特曼,黑化之后是真心厉害 就比如,黑暗赛罗 在超级赛罗格斗中 他是由贝利亚的灵魂夺取赛罗肉体而产生的形态 等于同时融合了贝利亚和赛罗的力量 这让他轻松击败终极赛罗警备队的成员 而要说最出名的反派就已经有黑暗贝利亚了 在奥特大战中,他受到了黑暗宇宙大皇帝的影响 变成了堕落的奥特曼 因为雷布朗多新人的附体 他甚至拥有空之怪兽的力量 在饥饿状态下,恐怕连奥特之王都不是他的对手 要说今年最受期待的奥特曼非黑暗特利加莫属 特利加号称新生代的迪迦 所有的设定基本和迪迦一样 据说在剧里还会有一个黑暗特利加出现 目前并不知道他是特利加黑化变成的 还是一个新的个体 总之顶着迪迦的热度应该会吸收新一波的粉丝 小伙伴们期待看到黑暗特利加吗 请在留言区说说看吧